太美的承諾 因為太年輕 但親愛他 並不是愛心 Dreamer's Guilty 張碧晨和汪蘇龍一起合唱 親愛的 這不是愛情 Let's 那是什麼 Go 就看那不是愛情 不是愛情 有情 情情 方文山 張少環 周杰倫作曲 太美的承諾 因為太年輕 或許回憶像薄冰 冷了暖了 這是他身影啊 他情話的身影 之所以懷念曾經 是因為真的曾因擁有而約定 猛懂的路上 我們從來腳步未停 曾鼠哥都是在講話不好 其實 然後等一下再往書籠講五分鐘 就念詩這樣 教授裡那台風景 叮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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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你告白的聲音 動作一直很輕 微笑看你送晚清 轉身離開的背影 喜歡你自己清秀的關係 那溫柔的牛奶瓶 在我手中握緊 有你在的地方 我總感覺很窩心 兒子像旋轉木馬 在腦海裡轉不停 出現那些你對我好的場景 還是不及美麗 有方向啊 你說過牽了手就算約定 但親愛的那並不是愛情 就像來不及許願的溫習 太美的承諾因為太年輕 太年輕 但親愛的那並不是愛情 就像是精靈出錯了森林 那愛情做得很透明 很有道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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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那個找到了 那溫熱的牛奶瓶 在我手中握緊 有你在的地方 我總感覺很窩心 兒子像旋轉木馬 在腦海裡轉不停 出現那些你對我好的場景 你 說過牽了手就算 越低 算越低 那親愛的那並不是愛情 就像我無期許願的溫習 才怎麼有美麗也只能是曾經 遇到雙眼的溫習 太美的寫落因為太年輕 那親愛的那並不是愛情 就像是精灵住错了肃力 那爱情缩得很同意 太美得成了因为太厉害 但亲爱的那并不是爱情 就像是精灵住错了肃力 那爱情缩得很同意 好听 翻开那发黄的飞翼 命运将它装定得极为逐烈 寒着泪我一读再读 却不得不承认青春是一本太藏醋的书 所以是讲青春的啦 所以不是爱情 没有办法承认 哎呀我们都经历过啦 哈哈哈 有什么友达以上恋人未满的那种感觉吗 对不对 有没有听过这首歌吗 我听到好像是周杰伦唱的版本 不懂可是那个旋律很熟悉 很熟悉哦 那是张绍涵的歌 旋律很熟悉 可能我不懂是这一首歌啦 但是他怎么感觉很熟悉 哈哈哈 因为刚好上一次我们又听了这个 张碧成唱的这个爱情的歌 唱的心碎 这首歌也是一个蛮有遗憾的歌的感觉 我觉得后面有touch到我的 虽然你说没有像上一次那首这样 变化很大很多 可是他们两个人的声音 其实还也是蛮搭配一下 没有想过 诶怎么可以 也是很搭 然后两个人的合音都很强 他的合音是没有重复过的 从前面开始一直排到后面 他的每一段都是不同的合声部的感觉去处理 我觉得非常的强 然后这首歌也是有一个 他加了这个前后讲话的对应 就哇那个画面感就很很很出来 就比我原本听到的这首歌 让又多一层故事的感觉 好像有个很很很很很美的mv 在我的脑海里面 就开始产生了这样子的感觉 可是他们好像只合作这一首歌 罢了 他们就没有合作别一首歌了 就可惜了一点 你们听了感觉怎么样 他们唱的就是那些年的故事啊 我看得出女的很开心 男的很伤心 因为 女的过得好好的 对对 过得好好的 甜甜的 所以张碧晨一开始那个讲话 我觉得他的话语感 跟那个语气啊 口语的那个方法 我觉得很带入我 那种少女甜甜 那种被人追啊 那种甜思思的感觉 那本书翻到最后是男生 很很伤心啊 很可怜 因为他是就 惨不惨处的过了一个青春 可是他没有追到那个女生的那种失落 所以是甜甜净 有一点 苦涩苦涩的出 苦涩苦涩的出 可是其实整个过程我觉得蛮甜美的 上次我们听张碧晨那首歌 把我的心都积碎了 这次听他的歌 他把我的心再次 粘回那个心的那个形状 我觉得张碧晨的声音很特别 他声音很浑厚很低沉 可是当他一上那种假音高音的位置的时候 他有很多气音跟在鼻音的位置 有一种甜甜的感觉 所以形成了一种很很独特的个人的音质 我很喜欢他这个音质 所以他在唱的时候我觉得 那个画面感很强 那个男的怎么追他 他就跟他说不是这样子 他最后就 就是每个少男的经历过的那种 又甜又爱 不是每个啦 不一定 大部分啦 不是每个的嘛 很多啦 很多啦 都经历过的 你现在回想起来 他就是一种当年甜甜的岁月 可是其实有点不甘回首的感觉 我觉得好听 我个人比较喜欢他 张碧成跟那个王鹤野的合作 除了在声音上跟在台上的默契啊 跟表现 感觉那个 之前那个字字句句好像比较大跟比较自然呈现的来啦 那个火花很比较大 然后那个的 他们两个人的情绪跟那个歌词呈现的画面感也比较强烈 当然这个我觉得 张碧成在这一首歌里面 因为他唱比较青春的题材 所以他的那一个唱法 他的声音他也调整 比较细跟比较尖 这个是我惊艳的地方 因为我常听 张碧成唱歌多数都是他的那个浑厚的声音 然后他这首歌里面用很多 他的那一个刚刚你提的那一个唱法去唱的时候 是有少女感的feel 然后 汪苏龙本身自己也 本来他声音也是有少年感的嘛 但是我觉得在他们两个的合唱里面 声音来讲啦 我觉得 张碧成的声音的 因为刚刚我记得那些点哦 所以还有一点overpowering 过汪苏龙 反而就是我经验的程度 张碧成给我的经验程度比汪苏龙的经验程度 比较高 当然可能也因为天赐的汪苏龙哦 我们看到他几个表演啦 所以可能期待感觉 这首歌是他最普通唱完的一首歌了 是的 反而张碧成这一个比较特别一点 所以我的surprise都在张碧成的身上的感觉这样子咯 而且这首歌的编排 汪苏龙唱的都不是他的主高推的 都是偏低的感觉 中低这样子 所以他拉那些几个音好像都 因为没有办法他的音高 可是又没有张碧成来的高 所以他们搭在一起的时候 只能二选一咯 你就选一个方法去做 可是很符合这个剧情啦 你的感觉很符合这个剧情 是很卑微的感觉 没有什么暗淡无光 只能在摸摸在背后一直付出的那种 女的就站在前面很开心这样子 每天买早餐给他 结果那个早餐是送给别人的男人吃的 什么是棍养兵啊 你给我我没有买早餐 这首歌是2007年发的 就很久了 张三汉的可真值啦 如果大家喜欢我们的影片的话 记得按赞订阅分享 还有打开旁边的小铃铛 我们做新的影片的时候 你就会收到通知啦 另外呢在B站 也要一键三连给我们充电 Follow我们的Instagram 有能力的话 也要支持我们的Patreon 爱发电话 我们下一期再见 Bye Bye Dream of Scutees Lun Sangat Lun Sangat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